哈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恶东郎的嗨 今天我们又准备要出发了,跑成熟了 今天我们准备去去玉兰的故里 紫龟,大家都知道 那里是非常有名的紫龟启程的产地 现在这个季节也有一种成熟了 我们去那里准备去卖一下那边的橙子 然后呢,这个是我的一个朋友 给我介绍的,前几天都跟我说了 就是送给我一个猪蹄,蜡猪蹄的那个朋友 之前我不是拍了一个视频吗 一个蜡猪蹄炖着吃了 就是送蜡猪蹄的这位朋友啊 他让我过去 然后呢,好像我那边 我们这里老乡小雷啊 他好像已经过去了 所以我们去那边应该也能碰到小雷 然后我们去那边啊 带一下我们这个湖北紫龟的橙子啊 助力一下我们湖北的乡村振兴 现在过去的话大概要五个多小时啊 路层还是比较远的 反正是我们肯定会啊 一路顺风,对不对 然后呢,朋友们想吃橙子的 一定要准备好了啊 我们到那里 然后再给把这个紫龟的 这个好吃的这个橙子 给大家介绍一下 准备出发了 现在到中午十二点多了 我们已经跑了两个多小时 到目的地还有两个半小时左右啊 我们先在前面有个服务区啊 前脚服务区去那里搞点东西 垫一下肚子 距离三峡大坝 215公里啊 油菜花开了呀 我发现这边的民居好像都是屋顶上面都是钙瓦的 不知道为什么这边喜欢钙瓦 我们那边还是基本上屋顶上还是倒 就那个水泥混泥土 倒的是那个瓶的 因为在我们那边都喜欢这个 倒的那个瓶顶上面 晒稻谷晒这些东西 就是当做晒场来用 但是这边可能是因为他们平地特别多 所以就不需要用屋顶来晒 所以都是直接钙瓦的 钙瓦的好处应该就是夏天没有那么热 像如果是水泥混泥土 倒的平顶的话 夏天顶楼 那简直是一个大针楼啊 刚才是那个服务师里面 看到有个卖馄饨的 我想吃点馄饨 因为本来想吃点带水的 结果它是没有 我又看到上面写着重新小面 然后它又是没有 我想算了 还是花十块钱买了一根肉厂吃一下 吃完就赶紧赶路 我们还有两个多小时了 真是在下午大概三点左右能够到 到了荆州了 那这个地方 荆州应该没有人不知道吧 有个大义师荆州 上次我们去荆州的时候 去过一次了 但是没有到了个古城里面去玩 什么时候有机会 我们去荆州古城溜达一圈 是我们去荆州的 我去荆州门 的那是 我去荆州的 装置 好 那是 我们去荆州的 那是 我们去荆州的 便宜 怎么去荆州的 风气250米 这是我们的麻城的老乡 他在这边安家落户了 哈哈 没有我离哪儿地方啊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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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哎呀 忙得很了 哎呀 小雷他们今天在直播嘛 他们在直播 哎呀 今天我也是住老乡 哎呀 我就是带过来就是 支持一下子规期的 关系的 我们是他隔壁的 隔壁的老乡我们拿着马上 我去楼梯 啊啊 我去了 蛮小的空气 哦 哎 这么快就不过来了 这我们大东西放的 我都不知道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的 对了 那比果然里面要差一点 我摸了个皮就摸得到 但是我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这个没有果然的现在的好吃 全里面的肯定要好吃 还是新鲜的 这个估计放了几天了 你是本地的吗 我就是本地 对 他年纪也好年轻的 在家创业搞这个 嗯 差不多 我差不多就是那个嘛 那个大学毕业后在外面上了几年班嘛 上班那时候我是计算机机 电子新机 上班就做办公室嘛 也别晒过太阳 然后后来后来就搞这个吧 搞这个这个 搞开始几年 现在我这里的迷在山上跑了 开始在果园跑了 现在也晒得五七八糟的 然后现在就是这几年迷在排了 然后就好了 我们搞差不多 搞这个也搞了五六年了嘛 五六年了 嗯 那也挺不错的 反正其实现在就是应该都有多一点像里面这样的回乡创业的 对对对对 对吧 这样的才能带住这些农村的经济发展 是的 是的 反正也是不容易 你看一下 其实我们在外面怎么说 我们当时在外面其实也还是可以啊 因为那时候六七年前那时候一个月在外面那个一年下来年薪也是二三十万 那可以 那相当不错了 但是我过来一下 我们在 就我和我老婆两个全部在外面 然后家里所有人 包括信息朋友 全部都在这边 你说哎呀 这感觉不明明的也不意思 就回来了 是 很多东西做个决策 也放弃一些东西 对 那也相当不让你 对 保证质量 保证口罪 钱可以少不让没关系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可以保个证 我们不管做老的生意 都不是做一锤的打开 对对对对 就是做永久的 像是今年他买的这个东西觉得好吃 明年到这个季节才又来我们这边 对对对 咱们就是做生意都是要做永久的 对对对对 是的是的 像他们那样 做了农产品就不是一路坎屠 那就是一路坎坷 哈哈哈哈 是吧 对对对对对 各种各样的影响 哎 这个天气影响气候影响是吧 对 反正是影响的因素太多了 对 今天晚上这个许总和李总 我们在这里吃个饭 呃 这个橙子之香啊 他做菜他也用橙子皮啊 看到没有 这里面这个是猪蹄是吧 他炖的时候 他就把这个橙子 皮放在里面炖着 这橙子皮很香的啊 橙子就香 做菜他也用橙子皮 这个这个圆形的是什么东西 这是土豆 干土豆 这土豆啊 对干土豆 我的妈 也是我们这边一个 哦 特色是吧 哎 真的看到口水都流出了 哈哈哈哈 我还以为是丸子 这个东西 没想到是土豆啊 我从那边吃过干的土豆 口感这种非常有嚼劲的 哦 跟那个新鲜土豆不一样 有点韧性是吧 对对对 好 我来看一下这个 叫做什么土豆根 尝一下这个土豆干的啊 这什么味的 我橙子皮 我橙子皮啊 橙子皮也可以吃吗 可以可以可以吃 好吃的 好吃的 非常好吃 先尝一下这个橙子皮啊 因为我们的工作 现在是跟橙子有关 特别的香 橙子那种香气啊 还混合着腊肉的那种香味 现在尝一下这个土豆 我老以为这个是丸子 嗯 那种土豆呢 它煮起来是糯糯的 但是中间它也有一点弹性 有点稍微有点Q的感觉 粉糯的啊 主要是粉糯的口感 然后中间鲜子的话 稍微偏硬一点点 有嚼劲啊 有嚼劲 跟那种新鲜土豆 完全不是一种口感 对吧 来到了老宝地啊 嗯 祝福光照 欢迎来到 来到指挥啊 欢迎老人来指挥 听你 欢迎老人来指挥听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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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